大家好 我是唐人館總廚歐國強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 原隻乳豬焗飯 拼涼半海字頭 先爆香辣尾 爆到微微金黃色 就可以倒起它 要煮一個冬菇粒 看到有金黃色就可以先倒起它 下個步驟我們會先炒飯 炒熱飯後再加瑤柱 接著可以加上剛才的辣尾 加些蠔油 其實蠔油和辣尾是非常合適的 除了帶到鮮味外 而鹹度又剛好 生抽放在鑊邊上 生抽的味道就會非常出色 少許的老抽 少許的鹽 還有少許的砂糖 炒均勻 最後要加少許的蔥和中筋 稍為把火開大少許 放少許的麻油 這樣整個飯就會很香 我們就要把飯釀到豬上 這隻豬我們之前已經配好了 在邊邊稍微捏緊一點 我們會先從頭開始縫起 封好後 接著要入爐燒 現在趁豬燒的時候 我們做個兩半 首先我們加了海折頭 雲耳 石柳 泰式的酸甜汁 與海折和雲耳都非常合適 熱色的青檸汁 有少許酸酸甜的效果 令你吃的整個醇更加開胃 這麼快就45分鐘 我們在頂上慢慢壓一刀切下去 拌好海折 綁幾塊下去 這就是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原隻乳豬焗飯拼涼拌海折頭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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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目的 법 我